黄金贼是贼吗 如果你家的土地被士族兼并了 你成了流民 四处逃荒要犯 又赶上瘟疫 你差点要病死 这时出现个道士 治好了你的病 并告诉你 他要带着你 把被士族兼并的土地夺回来 你觉得你是贼吗 这要看站在谁的角度 如果站在皇帝的角度 你就是贼 但如果整个大汉 有百万人都是你这样呢 接下来还有几百万人 前夫后妻这样 皇帝并不管你们的死活 他也无力对抗 兼并你们土地的士族 那谁是贼 有人说了 士族是贼 他们通过各种手段 兼并百姓的土地 导致百姓活不下去 他们是贼 那好 他们在哪 他们正站在皇帝的大殿上 向皇帝汇报黄金贼造反 他们是谁 他们是满口仁义道德 震慑立朝的士大夫们 他们的家族都是大地主 家族在地方上 都是有地 有粮 有钱 有店户 有部曲 还有官员 现在黄金军要从他们手里 夺回自己的土地 士大夫们则报告 说黄金贼造反 士大夫们要求率兵镇压 最后黄金贼们被平定了 士大夫们成为了拯救乱世的英雄 被兼并土地的百姓们 被卡上了黄金贼三个字 有人说了 那后来怎么黄金贼不闹事呢 因为群雄割据了 对于中墓来说 人口是重要资源 皇帝不管流明死活 但割据的周墓们要管 否则内卷卷不过其他周墓呀 有人管流明的死活 那哪里还有黄金贼呢 刚才是站在皇帝士大夫的角度 那如果站在你的角度呢 站在大汉几百万流明的角度呢 你们是贼吗 当然不是 你们是要拿回原本就属于你们的 生存必需元素 那黄金贼义算道士贼义吗 当然不是 这是流明和士大夫的矛盾 这是标准的流明贼义 那领导贼义的道士 在你们心目中是什么呢 是救世主 是神 他叫张角 是几百万流明心中的神张角 3月3日 三国沙OL闪闪街 就要推出全新的神将神张角 活动期间 全新欢乐 三三玩法 闪闪卡同步上线 闪闪卡不仅外观更加炫酷 同时还具备闪 无懈可击等功能 游戏内更有精美闪卡周边随机掉落 快去体验吧